已年将临起第三主日 弥撒福音 攻读圣若望福音 曾有一人是由天主派遣来的 名叫若翰 这人来是为作证 为给光作证 为使众人借他而信 他不是纳光 只是为给纳光作证 这是若翰所做的见证 当时犹太人从耶路撒冷 派遣了司机和勒为人 到他那里问他说 你是谁 他明明承认 并没有否认 他明认说 我不是墨西亚 他们又问他说 那么你是谁 你是厄里亚吗 他说 我不是 他们又问 你是哪位先知吗 他回答说 不是 于是他们问他说 你究竟是谁 好叫我们给那派遣 我们来的人一个答复 你自己说你是谁 他说 我是在旷野里呼喊者的声音 修之上主的道路 正如 伊萨伊亚先知 被派遣来的 有些是法利赛人 他们又问他说 你既不是墨西亚 又不是厄里亚 也不是哪位先知 那么 你为什么施洗呢 若汉答复他们说 我以水施洗 你们中间站着一位 是你们所不认识的 他在我以后来 我却当不起解他的携带 这些是发生于约旦河对岸的 伯达尼若汉施洗的地方 上主的圣言